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生吃绝处 无梦到辉州 四百多年前 明代戏曲家汤贤祖的诗句 曾经让辉州走进无数人的梦境 古往今来 烟雨论责的笔墨宛若周极 它萦绕着文墨书香的千年雅运 承载着一代灰山的龟絮泥仇 停泊在灰州山崇水赋的异乡里 鸡犬桑马 茂林修竹 灰州最终成为中国人 无法忘却的乡丑 作为一个行政区画 灰州早已走入了历史 但是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 灰州依然气韵生动 灰州的气韵源自一个县 灰州人 未经许可,不发,不得可,不得可,不得可 感谢观看